俄罗斯世界杯在香港时间7月16日凌晨1点左右正式完结 由法国4比2赢了克罗地亚 成功捧杯为赛事带来完美落幕 世界杯除了一众球员法力外 香港地区一众灯神也不为余力发攻 进入四强分别有大布鲁鲁、萧山、民建联和波台手足 其中民建联虽为第一次入选,但灯力非常 由开赛登祷员场,当中包括名队亚根廷、德国、英格兰都惨租独守 可谓灯神界巴基之声,后来居尚甚至勇猛夺冠 有消息指,世界杯后不少网民打算放下尊严改跟民建联吻食 也有宣布说,有非民建联官方许可组织,正是积极筹备掌心类2.0 计划将安排义工在老人家掌心上写上敌队的名称 并交到他们入马会投注以登死对手 另外作业有观众发现,世界杯指定电视台NOW TV 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 特意开发定格球赛镜头 让观众欣赏足球即将射入网的定镜 引发观众思考 昨晚世界杯完场后,有市民目击很多第二天要上班的球迷 一车车乘搭通宵巴士离开酒吧 有很多只眼流眼泪 至于平日使用率并不是很高的通宵巴士 亦因为赛事缘故,由总站开出后不够三个站 已经全车爆满,场面震衡 高灯新闻达文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